哈喽朋友们好呀 我现在坐在我同事的车上休息一下 我没去宿舍 刚才看了新闻 昆明又有那个疫情了 又有一个那个新冠的感染者 是之前感染的新冠的那个人的爸爸 本来说 还要去我同学家 就是他家在静宁 就是属于昆明的 说是明天去 因为我星期天要做客 明天去了星期六回来 但现在又去不成了 我怕去的话 那个行程马上带薪资 薪耗了 所以就不去了 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消失掉 现在已经有好多人 就像我们同事也不能出差了 我们的货也发不出去了 昨天说发那个山东的 听说山东那个封城 然后就用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人家感觉要火 所以也发出去了 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退回来 昨天我去拿包裹的时候 都还担心那个包裹 也从事先在公司里面准备了一瓶酒精 然后消了毒后才拿回家的 本来我们同事也好几个 已经计划好的要去出差 就去那里 就疫情现在比较严重的吉林长春 还有四川重庆 现在都暂停都没去了 因为疫情特别严重 也不能出外了 感觉就像2019年12月份的时候 那种情况了 现在每天去城里面 也是每个人都是戴口罩 我直接就没去 每天下班不是回家 就是在公司里面 想去逛个街都不可能 前两天就去出差的同事回来 都要在工业园区报备 还有那个行程码 核酸检测的什么资料 还好他们不是从那个中高风险期来的 所以不需要隔离 这下我报备一下就可以了 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能像以前一样想旅游去旅游 我们也是一 八年以后就没去外面走过来 希望以后能多出去走一走 不要再嫌弃那个街上的人多了 人多才说明安全 现在街上都是冷冷清清的 实体店也是倒闭了好多 只希望疫情能够赶快结束 恢复以前的生活 感谢观看 Fresh 视频 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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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